两岸同胞都很清楚 台独意味着和平的丧失和灾难的降临 而民进党的谋独挑衅是台海安全的最大威胁 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 顽固进行谋独挑衅活动 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 这样只会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的深渊 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 他们利用乌克兰局势和俄乌冲突 不甘寂寞上窜下跳 一方面追随西方反华势力 来鼓噪大陆军事威胁 持续挑动两岸的对立对抗 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 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为了俄乌两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谋取自己政治私利 将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 我想这些图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因此我们呼吁两岸同胞 特别是广大的台湾同胞 要擦亮眼睛 不要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牺牲品 只有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遏制台独 才能切实维护台湾和平稳定 才能切实维护我们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